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Honda Civic 小改款登陆泰国 为之两个引擎选项 预计最快今年年尾登陆我国市场 Civic 的车迷可以期待一下了 2024 款的 Honda Civic 的外观 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 使整辆车的现代感更强 车头部分 大灯组合中网的设计更加锐利 并融合了更多的黑色装饰元素 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 车尾部分 新的尾灯组 线条更加简洁有力 这辆车看起来又不异样了 内饰方面 更新了 Honda Sensing 系统 净准度进行了提升 同时也升级了娱乐主机 只是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提升了车内的科技氛围 动力方面 2024 款的 Honda Civic 继续提供两个 Variant 首先是 1.5L 的 Turbo 引擎 最大输出功率为 175 HP 其次是 2.0 mmd 的 Hybrid 引擎 综合最大马力为 181 HP 但是峰值扭力是 315 牛米 适合主动平顺和舒适性的消费者 同时新车提供了新的驾驶模式 Individual Moon 现在驾驶者可以自行调整你喜欢的驾驶模式 随着 Honda Civic 在泰国市场的正式发布 这款备受瞩目的车型 有望在今年年尾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则新闻 Honda City Hatchback 大马上市至今大卖超过 3 万辆 成为最畅销的非国产 Hatchback 车型 Honda City Hatchback 以其时尚且实用的设计 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车身尺寸方面 该车型长 4,345 mm 宽 1,748 mm 高 1,488 mm 走距为 2600 mm 这个尺寸使得 Honda City Hatchback 在城市中驾驶非常灵活 同时提供了足够的内部空间 满足家庭的日常驾驶的需求 在马来西亚市场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Toyota Yaris 这两款车型在市场的定位和目标客户群体上 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 Honda City Hatchback 凭借更宽敞的内部空间 先进的科技配置以及强劲的动力表现 成功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尽管尺寸列有不同 但两者在功能性和实用性上均有出色的表现 在动力配置上 马来西亚市场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提供了两种引擎选择 第一种是 1.5 升自然气气引擎 这款引擎能输出 121 PS 的最大功率和 145 Nm 配备的是 CVT 变速箱 第二种引擎是 1.5 升混合动力引擎 Honda 的 IMMD 混合动力系统结合了电动机 和 1.5 升 Arkinson 循环引擎 提供了总计 109 PS 的功率和 253 Nm Honda City Hatchback 能在马来西亚市场 取得如此优异的销售成绩 得益以其出色的产品设计 灵活的车身尺寸 多样化的动力选择 以及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 Dorota Yaris 的综合优势 未来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 Hatchback 需求的不断增长 相信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市场表现会更受令人瞩目 第三则新闻 Suzuki Jimny 5 门版登陆我国 更帅更实用的越野小可爱 售价 199,957 条 Suzuki Malaysia 在今热宣布全新的Suzuki Jimny 5 门版 正式登陆我国 比起普通的版本多了两个门 不仅提供了实用性 还保留了原本有的越野功能 成为我国市场备受瞩目的越野猩猩 而且首批新车已经卖完了 车身尺寸方面 Jimny 5 门的全新的尺寸为 3850mm 乘以 1645mm 再乘以 1730mm 轴距是 2550mm 这一增长不仅为后排乘客 提供了更加宽敞的腿部空间 同时增大了车内空间 也使得车辆能载更多的行李和装备 极大的提升了其作为家用车和长途旅行车的功能性 Jimny 5 门版的上市不仅仅是对经典三门版本的延伸 更是对品牌越野传统的一次升级 对于那些寻求既能满足日常家用 又不上市越野本质的车辆的消费者来说 Jimny 5 门版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 我以一个Jimny 3 门的车主身份在这里想说一下 我还是喜欢那辆三门版的比较可爱 第四则新闻 Cherry Omota 5 GT 在印尼登场 1.6L TGDI引擎 动力操控更出色 最近Cherry在印尼市场展出了一辆Cherry Omota 5 GT 和普通版本不一样的是 这款车采用的1.6L TGDI引擎 还有气速、双离和变速箱 另外弦吊系统也换成了Multi-Link 整体的动力和操控表现也会比普通版本更加出色 但是暂时不确定这款车是否会引进本地市场 尽管在印尼销售的基础版 而不是1.5L版本上常见的Torsion BIM 在印尼 Omoda 5 GT提供两种车型选择 前轮驱动版本的售价换马币为131500令吉 OVD版本的售价换算马币为143000令吉 除了驱动系统外 两种版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 全轮驱动版本配备了更大的19寸轮圈 并增加了一个50W的无线充电 和一个驾驶监控状态摄像头 传闻Cherry将统一这种设计 并最终将前脸和尾部的Cherry logo 以及文字更换成Omoda品牌的标示 以配合将Omoda和Jekku品牌独立化的战略 总体来看Cherry Omoda 5 GT在印尼车展上的亮相 不仅显示了其卓越的性能和独特的设计 也为未来Omoda品牌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Omoda 5 GT精致的外观和先进的配置 无疑意识着未来Cherry将在全球市场上 展示更多创新和活力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Yaris Cross定期9月到10月本地发布 双引擎选项预期售价10万令吉 这款备受瞩目的SUV Toyota Yaris Cross 将为消费者提供多种动力选择 并具备出色的设计和实用性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东南亚版本的Toyota Yaris Cross 将提供以下两种引擎选项 分别是1.5升的自然吸气引擎 能够输出104HP 138Nm 而2NRVE的引擎是1.5升四缸吻合动力引擎 能输出最大功率109HP和138Nm Yaris Cross在马来西亚采用CKT方式生产 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仅能够降低进口关税和生产成本 还能带动本地的汽车产业和经济发展 消费者可以以更实惠的价格 享用到更高品质的Toyota车型 这种本地化生产模式有助于提高零件部的供应效率 并确保售后服务的便捷性 对于寻求高性价比可靠性和优质驾驶体验的消费者来说 Yaris Cross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我们期待这款车型能在东南亚市场 掀起新的SUV潮流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OK 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Otomachi的IG、TikTok、小红薯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